而昨天引发大家关注的一则新闻是台中市 有一名犯姓的男子 他带着孩子当起了人肉沙包 而且是以每次50元的代价来挨揍 在昨天晚间他本来要在这个逢甲夜市再开宴 可是警方就以这个未经申请摆摊影响交通 所以就开了一张违规的劝导单 而且也将父子俩都带回派出所 在刮蝴蝶 蝴蝶咬眼 小朋友在警局内认真画画 同言同语 完全不知道父亲为了养家赚钱 违规摆摊被带回警局 父子俩一起吃着热腾腾的便当 摆摊用的头盔拳击手套被丢在一旁 范姓男子在逢甲夜市摆摊当人肉沙包 养家赚钱 因为未经许可摆摊影响交通 被开了一张违规劝导单 第一次劝导 然后之后如果再就会开单 对啊 那接下来之后怎么办 可能就 在想 还在想 发行男子和妻子离婚 独自抚养两个小孩 为了偿还六百万元的债务 白天在电厂上班 晚上则是模仿电影情节 到夜市摆摊当人肉沙包 以一次五十块钱的代价 赚取生活费 回首很重大违规 然后我现在跟他开一个签讨单 然后我们当时是想介入看看 带回来看他是不是需要我们警方 还是社会局的这边帮助 无法继续摆摊 范姓男子说目前暂时休息 只能之后再做打算 而社会机构也介入关怀这对父子 希望能替他找到合适的工作 不用再靠着摆摊赚取皮肉钱 主天新闻称广瑞 叶佳文台中采访报导